韩三平不再担任中影集团董事长 还有中影股份董事长的职务 中国大陆媒体近来传出 今年1月初有多位影视公司的负责人 因为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案 被有关部门问询 其中就包括韩三平 大陆财新网3月17号报道 因李东升案 今年1月初有多位影视公司负责人 被有关部门问询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 韩三平被问话后 很快就回来继续工作了 已被免职的前中共610办公室主任 兼公安部副部长的李东升 曾出任央视副台长 中共官媒新华网早先曾发表一篇题为 韩三平卸任中影集团董事长 曾因李东升案被问话的报道 但是遭到删除 目前新浪网和财新网仍然有这个报道 知情人士表示 韩三平目前未满61岁 按照央企负责人60岁退休 但大多可以干到63岁的惯例 此时退休可能出于全身而退的实际把握 你战队跟这级领导的战队是不是一致 你以前的行为跟这级的有没有重复 这都是有可能的吗 现在很乱 一会找这个谈话 一会认为了都很乱 即使它下去的话 它也不是因为政治上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完全就是一个立集团内部的争斗 由于中营垄断着进口片的引进 因此被美国媒体称为是好莱坞和中国之间的守门员 因而美国证监会怀疑 美国制片公司会向韩三平行贿 以获取自己公司的影片被引进到中国的名额 不过中营方面马上出面否认了这一说法 网络上还曾经流传韩三平被双规的消息 但这些传闻都未被证实 韩三平从2007年开始担任中营集团董事长 并且曾担任多部主旋律电影的总导演或总制片 1991年韩三平编导了毛泽东的故事 1994年韩三平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 那期间制片厂出品了孔凡森 荆轲刺秦王 张思德等片 孔凡森不但以3600万的票房数字 高居1996年的国产片票房冠军 更在华表奖 金鸡奖 百花奖 长春电影节上 拿下多个奖项 16年后 韩三平在职导演统 他采用前所未有的属星性模式 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包括葛优 江文 陈道明 成龙 张子怡 赵薇在内的172位明星 零片酬客串出演《建国大业》 创造了4.2亿票房 之后 韩三平如法炮制推出了《建国伟业》 也收获了3.7亿的超高票房 中影在推出重点影片《建国伟业》期间 被控推迟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3》 和《哈利波特7》的上映日期 虽然某些国产影片借助贺岁片模式 和明星效应实现国内票房紧喷 但是在海外市场的收入自2010年以来 却已经呈现下降趋势 大陆文化评论家叶匡正指出 审查制度是大陆电影水平落后的核心原因 韩三平领导的中影集团作为垄断央企 也受到来自民营制片商的严厉指责 新画面影业公司董事长张伟平 曾经对于公司影片《三枪拍案惊奇》 在档期上遭遇两部进口大片而表示不满 他向媒体表示 你不跟中影合作 他就在这个档期里放两部进口片 跟你火拼 放狗咬你 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他是庄家 没人敢招惹他 这种垄断对国产片市场产生了制约和迫害